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昨天公布了国内新增的 六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华航诺富特饭店新增了 两名本土的个案 而其中一名的是饭店外包的 水电工程人员 不过他现在感染源不明 指挥官陈世忠坦言 在第一时间确实没有对外包商进行匡列 已经在社区感染的边缘 而对于疫情不断的扩大 双北首长在昨天都 起哄疫情指挥中心防疫严重的疏失 台北市场克文哲呢 更罗列了四项的缺失 炮轰中央 他认为防疫旅馆没有分舱分流 不逃案件都已经犯过同样的错误了 这次是第二次 况且疫调的时间 中央传到地方会出现时间差 更难掌握疫调的进度 侯友宜呢指出说 建议入境普筛 还有居家检疫呢 要双管齐下 但是中央没有正面的回应 那华航这个事件呢 其实发生了比较久才被察觉 有些机师甚至感染可能两三个月了 表示这个事件已经持续两三个月有了 那到底是机师传到旅馆 旅馆传给机师 还是从社区来的 现在已经是几乎是非常难厘清了 那也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这些人 离病的人基本上都不严重 所以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 他们还是到各个地方去购物 去访友 去参加活动 甚至有一些宗教活动都去参加了 好像绕境都去了 所以这会使他们足迹 几乎遍及北台湾 你非常难 非常难整个把他追踪到 所以这一波看起来就是 必须靠一般的民众自己的警觉性 还有自己的卫生习惯才能预防 你要去把每一个接触者都匡列起来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份社区风险 其实目前评估会比部桃当时还要危险 会啊 看起来是危险很多 那他基本上他已经进入家庭 进入公司了 他已经算是社区的一部分了 他已经算是一个比较 第一级的社区感染了 他还没有到最后那个全面爆发 我们现在就在防止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靠社区防护网了 我们想要询问环境裁剪的这一个 因为其实在4月29号的时候 他们清通啊 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大消毒 那有人就想说 如果是这样子大消毒 漂白水消毒过后 那他当然裁剪结果会是阴性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他的前后秩序我是不清楚的 照SOP是应该先裁剪再消毒 那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 那是不是有照这个SOP做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清楚 如果已经都确实是消毒过了 再去采是不容易阳性的 这是没有错 昨天新增的本土个案 竟然是富诺特饭店外包商 指挥官陈时中呢 今天早上出席的记者会说 确诊包商曾经在饭店的V1用餐 但确切的疫调现在还在查 因为他在三楼五楼六楼失工 有没有其他的人 在失工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员 那我们有知道说 他们可能有在V1的地方在供餐 外界担心他可能会成为像之前 布桃安全区确诊的那个课案 指挥中心怎么看 什么区确诊的 布桃安全区确诊的课案 没有我想大家对这个案件都抱以高度的关心 那我们持续尽快的把这些相关的人 主要是这74个相关的外包商 那还有他的同住的家人 然后已经隔离了 然后尽数检验完成 布桃安全区确诊 布桃安全区有说就是指挥中心 华航进行监讨 但是交通公布SOP当中 就是说地方政府负责任 两者是不是有点互推提出的感觉 没有 我想现在是一个中央地方大家合作抗议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要一起并肩作战 那资讯的交通流通是非常重要 那有什么样的讯息 大家不够清楚 我们尽数解决 那说一个在泰国的台商 他返台就医 但是因为他们 他在当地已经确诊 是不是有可能是未照阴性证明 未照阴性证明 那这我们要再查 我们要再查 就是民调显示 六成的民众都认为应该要提升防疫成绩 但是昨天部长有提到说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那部长这边怎么办 我想整个的一个防疫作战 是一个有层次 有步骤 用散弹打鸟的方式 在去年 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证明是失败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去年来讲 我们是有步骤的 完成我们相关的一些检疫跟检验 事实上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所以在里面 我们要原来的SOP去进行 那一个医生消除 1134 在這地方在應該台北市政府昨天有開過記者會 已經他們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感染源不明 因為那天還沒有進行他們相關的一些檢驗 那當然不知道他是一個感染者 那天的第一個步驟是把現場的人先清空 這是我們那時候第一藥物 然後第二層次是把相關關鍵 以前有住過的作為居家隔離 那這步驟相關都入意在進行中 外籍機師接下來會考慮做PCR檢查 外籍的機師這方面我們在目前為止 就是能夠跟我們社區能夠做隔離 那以防疫的通道來做進行